第六 中心内容 整个的这一个内容可以说简单的我总结一下 耶稣已经从十里复活 耶稣已经从十里复活 真如预言所说 那么他在这地方的预言就是指说大卫的说的 不将我的灵魂便在迎接也如耶稣自己所预告的 作为门徒他就见证 当时耶稣早就告诉过我们 他是要经过死而复活的 所以他就是基督 所以他就是基督 大卫的话 说到他不将我的灵魂便在迎接 那是指着基督说的 现在应验在耶稣的身上 说明他就是基督 而今天耶稣自己也早已经说过 他是要经过死亡 从十里复活 所以说明他就是基督 我们是我们等候的那位米赛亚 是我们等候的那位米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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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可文我想我们念一下 我们看一下使图行传第二章 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内容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章第32 第23到32节 使图行传第二章 我们从23 念到32节 我们一起来念 他请按照神的定制 先见被教育人 你们就借着无让之人的手 把他依在十字架上杀了 神却将死的功夫解释了 叫他复活 因为他愿不能被死拘禁 大卫指着他说 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 他在我右边 叫我不至于耳朵 所以我心里欢喜 我的灵快乐 你却我留心要安居在床中 因为你又将我的灵魂贴在阴间 也不让你的圣子见小坏 你将生命的道路支持我 你将我听见一个没得到大满足的快乐 弟兄们 先祝祖答这个事 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 他死了 也埋葬了 而且他的坟墓 最好几率还在我们这里 大卫既既是先知 又晓得神神向他喜事 要从他的后遇中 也因为坐在他的好座上 就一先看你这事 讲论基督复活说 他的灵魂不跌在阴间 他的罗神也不见小怪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对 今天我们看见 彼得在这里特别 整个的信息的内容 围绕着耶稣的复活 这是一个争议点 如果说耶稣死了 没有复活 那么所有的预言 无法应验在耶稣的身上 最多他不过就是伟大牺牲 但是今天耶稣复活了 说明他的死与众不同 而这个预言 他要经过复活 并不是到了耶稣这个时候 才发生的事 在大卫的时候 他的预言里面 早已经清楚地指出 这一位基督 米赛亚 将需要从阴间里面而复活 他必不将我的灵魂 骗在阴间 彼得在这里提了两次 就表明 这一个复活的重要 当时是一切争议的关键 基督已经复活 那就说明这一位耶稣 他就是米赛亚 那就是我们需要相信 可以说这是当时他彼得所指出的那一个中心的内容 下面我们来看 下面我们来看第七 在这里面举例的问题 建政和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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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彼得在这里 彼得在这里我讲 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二节 第二章第二十二节 以色列人啊 请听我的话 神借着拿撒勒人 耶稣在你们中间 私行异能 奇事 神迹 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 都还记得耶稣曾经所行获的这些神迹奇事 而今天耶稣使行的这些神迹奇事 再加上他的复活 更充分说明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就是那一位米赛亚 就是基督 所以我们说 首先 他就用所见到的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耶稣在私使 所行的 神迹奇事 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是无法否定 公认的事实 证明 他就是基督 证明 他就是基督 第二 有一个旁证 门徒 为什么这次要说方言 他不过是一个旁证 不是圣灵真正的目的 圣灵真正的目的 要叫三千人扎心 悔改 但是他需要用一个方法 使这三千人 来到一起 听神的话 接受神的话 门徒说方言 是 耶稣 应许 要赐下 圣灵 工作的 表现 只有 只有 耶稣 复活 才会发生 还有的人不承认这一点 认为耶稣 有人说 他复活 有人说 但是 冰定 把他偷去了 彼得在这里 就指出 如果是 冰定 偷去了 那么 你怎么来解释 这些 门徒说方言的问题 当时 耶稣的坟墓 已经空了 耶路撒冷 大家议论 有的说 但是 耶稣 复活了 这真是 米赛亚 也有的说 那是 冰定 把他 偷去了 冰定 说的 对不起 不是说冰定 冰定说的 门徒 把他偷去了 那么 这些 门徒说 如果耶稣 是我们 把他偷去了 我们 说方言 这件事情 你又 怎么来 结束 这件事情 是因为 圣灵的工作 而这个 圣灵的工作 那是 耶稣 他早就 预言 有一天 他要被定死 复活 圣天 而这个时候 他要求父 拆圣灵 来 这是只有 耶稣 不活 才可能 发生 如果耶稣 没有 不活 今天我们说 这一些 门徒 怎么可能 说不同 地方的 方言 这个方言 跟我们 现在讲的 那个方言 并不一样 这是真正的 方言 不同 地方 的话 所以我们说 在这个地方 彼得的 讲道里面 特别强调了 那一个见证 和常证 最后 彼得的结尾 结尾 彼得的结尾 两个方面 第一个 总结性结尾 总结性结尾 那是在 第二章的 三十六节 我们一同来念 我们可以 从彼得的 讲道 我们可以 学会 很多的 内容 第三十六节 我们一同来念 故事 以色列全家 当确实的 知道 你们 定在 十字架上的 这位耶稣 神已经 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这就是像 我刚才 跟弟兄姊妹 讲的 在总结的时候 把最要紧 总结一句话 说出来 在当时 如果承认 基督已经复活 那就是承认 他是神的儿子 那就要相信他 当初你们 把他定在 十字架上 你们是大错 特错 现在赶快 悔改 认罪 求神的赦免 这就是 整个彼得的信息 那一个中心 现在 以色列全家 当确实的 知道 你们定在 十字架上的 这位耶稣 神已经 立他 为主 为基督了 怎么能够 为主 为基督 如果不复活 拿来 主基督 没有复活 这根本 那就是一个 普通的人 那跟别的人一样 伟大牺牲 死掉算了 但是他已经 复活 和别人不同 他是主 他是基督 而你们 竟然把这位 主 耶稣 基督 定在 十字架上 所以 我们看见 当时听的人 接下来 都会觉得 咋些 所以我们说 这是总结性的 结尾 点出 点出 全篇 点出 全篇 奖章 奖章 最 关键 内容 点出 全篇 奖章 最关键 内容 你们 定死的 耶稣 奖章 复活 他 是主 是制度 当然我们说就应当信他 这就是全篇信息的一个内容 他已经复活 他就是主就是基督 应当要相信他 第二 彼得人也依然有呼召性的 结尾 那是在使徒经章二章的三十八节 呼召性的结尾 三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和耶稣基督的民受洗 将你们的这几个事 由彼得所所赐的生命 我们知道那一天结果 结受彼得呼召的 大概有三千人 这就是彼得当时所传的一个信息 我简单地把它这样分析一下 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每个人讲到 当然我想彼得的讲章 非常的完整 其实 虽然是短短的没有几句话 如果你把它念一下的话 几分钟就完了 我相信彼得在当时 他不能讲很久 因为必须要抓住众人的心 有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们讲道可以讲得比较长 也有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用很短的时间 把要紧的信息讲出来 我们说彼得的这一篇信息就是这样 我们说呼召性的结尾 谁愿意 谁愿意向主 认罪 悔改 放主的名 受洗 也就是接受耶稣 做救助 彼得当时的呼召 有谁愿意 我们不知道当时 那些众人是举手的 还是照台来的 还是怎样 但是我相信 在当时结下来 够那些 一百多个门徒忙了 三千个人悔改 都愿意接受耶稣 做他们的救助 那么在当时 因为我们都知道 没有办法用举手 也没有办法 用登记名字 因为在当时 我想 用写字啊 纸张啊 笔啊 不是像现在那么方便 所以在当时 就是用 受洗的那样一个形式 我们知道 施洗约翰 当时呢 那些人悔改 也是用 施洗的方法 让他们经过水 自己决志 但在这时候 彼得所讲的受洗 很明显 跟施洗约翰 所讲的并不一样 彼得在这里 讲的受洗 是跟毁罪 直接有关 一个是觉知 重新做人 一个是毁罪 认罪悔改 同样的悔改 我们知道 彼得的 所讲的悔改 那是认罪 为罪 忧伤痛悔 那就是这三千个人 觉得扎心 而施洗约翰 所讲的悔改 两件衣装 封一件给人 好好的去做人 重新 要做一个 好人 我们说 同样的悔改 其实并不一样 但是我们说 在这里 彼得 总结性 最后 枯燥性的 结尾 求 要这些人 奉主的名 受洗 表明 自己是 确实 愿意 认罪 悔改 接受耶稣 做救主 那么这个是我们 一个实例 讲到 一篇 十三千人 扎心的信息 我们下面 还讲 第五点 讲员的 渐渐 作为讲员 应该要注意的 几个地方 我给大家 提指点 第一个 哥林多后书 第四章 第五节 哥林多后书 第四章 第五节 我们一同来念 我们 原不是传自己 乃是传 基督耶稣 为主 并且 自己因 耶稣 做你们的 福人 要记住 不是传自己 有的时候 有些人 讲到 趁机会 就是表现自己 不管表现自己的 口才 或者表现自己的 知识学问 我们说 要紧的 我们不是传自己 乃是 传 基督耶稣 为主 这个地方的 为主的意思 就是说中心 今天我们要传的 当然我们会讲 很多不同的内容 但是中心 离不开一点 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第二 哥林多前书 第十三章 第二节 哥林多前书 第十三章 第二节 我们一通来念 我若有先知 讲道之能 也必来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非的心 叫我能够 遇上全非的爱 我就算了 这是什么 对 我若有先知 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今天我们在讲道的时候 要注意 要防备的就是 却没有爱 今天我们 所有讲道的目的和内容 讲道的目的和内容 都应 满有 神的爱 都应 都应满有 如果说指出一些罪恶的问题 如果说指出一些罪恶的问题 大家会觉得 好像怎么教会不讲爱心了 讲爱心就应该要包庇 要容忍 今天我们人人之间 我们应该要相互包容 凡是包容 我们应当要容忍 但是我们对于罪恶 我相信绝对不是包括在 凡事包容的里面 今天我们 要记住 讲道 我们的目的 应该满有 神的爱 我们指责罪恶 但是 挽回 犯罪的人 我们指责的是罪恶 对于犯罪的人 我们应当存着一个爱心 挽回他们 希望他们悔改 当然他们悔不悔改 他们最后 罪得不得摄理 那是他们跟神之间的事情 第三 罗马书第二章 第二十一节 罗马书 第二章 第二十一节 我们一次来念 你即使教导别人 还不教导自己吗 你讲说人不可偷弃 自己还偷弃吗 今天我不是意思说 我们偷弃 但是在这里前面的半句 你即使教导别人 还怎么样 不教导自己 今天我们讲道 绝对不仅仅是教导别人 首先应当教导自己 我们常说 今天我们讲一篇信息 第一个受感动的 应当是我们自己 今天你讲一篇道 连自己都不想听 那你不要想 叫别人去听 今天你讲了道 自己都不想去遵行 你怎么叫别人去遵行 当然这不等于说 我们讲一篇道 我们先要自己做道 这个不一样 我愿意遵行和我做道 有所不同 只有做道的才能去讲 那么今天我们大家爱心的问题都不大敢讲 因为为什么 谁敢说我都做道 今天不是说我必须自己先做道 但是至少我自己愿意去做 我们总有做的不够 我们总有做的不够 总有失败的时候 首先 应当 自己得造就 提醒 自己都不得提醒 怎么去教训提醒别人 这是第三 第四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 五十八节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 五十八节 我们一头来念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不要眷顾 不得要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宗 因为至少你们的毛骨 在主里面不是图案的 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宗 我是利用这一节圣经 就是提醒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 如果常常 往往不容易竭力 一时 大家会竭力 常常竭力才是不容易 那么在讲道的上面 也是一样 难得讲道 有些弟兄姊妹很认真 常常讲道 就怎么样 习以为常 不认真对待 我再提醒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侍奉神 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给我们的机会 不要因为常常有机会侍奉 常常讲道 就觉得无所谓 有的是机会 一个人都是这样 习惯了 也就会比较随便 今天我们说 我们不可 因经常 讲道 而 调以轻心 我们不可 因经常 讲道 而调以轻心 应当 每次 都 认真 尽力 准备 全力以赴 特别是 当有的时候 我们去 讲道的时候 人数很少 我常 勉励自止 今天 我如果能够 在一个三千人的聚会 讲道 和在一个三个人的 聚会 讲道 我会不会一样的讲 可能三千人的时候 自己觉得很兴奋 哇 有三千人 但是我们说 三个人 有的时候 自己就觉得没有劲 只有三个人 对着三个人 讲道怎么样 随便 随便讲道就算 对不对啊 我们说 要不然在 敬心节里 有一点浪费了 其实我们说 我们要记得 每一次的讲道 都是在主面前 都是主给的 智慧 三千人 跟三个人 是一样的 我们同样的 敬心 这样神 才会 把更多的工作 给我们 才会把更多的工作 来给我们 所以每一次都应当认真 尽力准备 全力